我们再次欢迎同学们回到这个罗马书的课程 我们已经来到罗马书的第十三章 我们在上个礼拜谈到爱人的就完全了立法 那这个完全就是成全 这个成全就是达到立法的要求 那甚至超越立法的要求 那怎么样能够做到完全的立法呢 那保罗进一步的告诉我们 像那不可奸灵、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 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了 当保罗写这一届圣经的时候 他不但告诉我们立法的要求、道德的要求 他更告诉我们怎么去达到 那这个达到呢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爱人如同自己 我们知道耶稣曾经总结立法有两个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上帝 第二部分就是爱人如同自己 那保罗要我们明白 如果用立法的精神去遵循立法的话 我们会行的最少 我们会做最底线的 立法的要求我们达到了就好了 但是一旦我们用爱的时候 我们一定超越立法的要求 就好像工价 如果你跟工价讲好了工价 那是立法的要求 但是如果你是出于爱的话 你一定给他更多超越了立法的要求 在每一件事情都是如此 当我们供养父母的时候 如果按照立法的要求 我们给的一定是立法要求的最底线 但是一旦我们出于爱的时候 我们将会按照自己的能力 而且是远远的超过立法的要求 所以你可以看到 怎么样实践这个爱达到立法的要求呢 就是爱人如己 那么怎么样子能够实践爱人如己呢 这个爱人如己 为什么保罗要我们用这样的方法 来去成全立法呢 第一我想保罗要我们从爱自己 学习怎么去爱别人 爱自己如果从消极上来说是不好的 那是自我 那是以自己为中心为主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爱自己不是这样 我们这里讲的爱自己是用基督的爱 临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当我们爱自己的时候 就是因为基督的爱临到我们 所以我们爱自己 我们就会学会怎么样 去爱别人 你先感受 你自己的生活中的艰难 你才能够体会别人的艰难 你先感受自己在生活中 得到的喜乐跟士气的痛苦 你才会多一点的怜悯人 或者愿意把更多的恩惠跟别人分享 所以一个爱自己的人 从自己的学习 然后去爱别人 肚子饿了我们要吃 疲借了我们要休息 借着这些的经历我们体会 当人没有饭吃的时候 工作忙碌而没有办法休息的时候 承受压力的时候的那个感受 你就比较多一点会感受别人 所以感受受害者的痛苦 就好像不偷盗 不坚铃 也应是因为这些伤害 都是叫受害者痛苦跟忧伤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借着爱自己感受别人 第二呢 只有借着爱才能够超越律法的要求 所以凡以爱为出发点 我们已经说了一定做出比立法的要求更多 而不会更少 更重要的就是立法的要求 我们就是人看得见的地方我们做到 人看不见的地方我们通常做不到 但是如果出于爱的话 不管有没有人在看 我们都会怎样 我们都会去爱 那么交通灯你看到警察的时候 你一定会遵守 这不用说的 红灯就停 立灯你才走 但是如果没有警察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会闯红灯 如果没有这个摄像机的话 你差不多每个红灯都敢闯 但是因为有这些在监察着 你就怎样 你就不敢 但是出于爱不是这样 有人看没人看 你都怎样你都愿意去遵守 有照相机没照相机 你都愿意去遵守 那你说那这跟爱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爱很有关系 在荷兰的一个高速公路上面 常常发生车祸 所以他们就在想 有没有办法使这个车祸来减少呢 所以他们就有人就想说设时线 或者怎样子放照相机之类的 但是有人就提出一个建议了 其实我们就要放几句话 那这几句话就是你小心驾驶 让你能够安全回家见你的孩子 让你安全回家见你所爱的人 那几句话给了很多的提醒 从那几句话出现之后 整个公路上的意外怎么 减了很多 为什么 因为那些想要开快车的人想到 我恐怕回不了家 所以他就想到 我还是放慢速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爱就怎样 超越了律法的要求 所以为什么你不闯红灯 因为你闯红灯 可能你回不了家 或者你让别人回不了家 所以我们就明白 从爱做出发点的时候 就能够超越了 所以保罗这样子的 教导我们主的话 将教导我们 第三 爱是一种享受 爱不是一种忍受 律法是一种忍受 如果用律法的精神 那是忍受 如果你按照律法的精神 来养孩子 那是忍受 但是如果你用爱来养孩子的时候 那是什么 享受 按律法去相爱 你不甘心 你很勉强 而且不甘心勉强 但是如果你爱去爱的话 你会很甘心 就算是勉强 你什么甘心勉强 所以你可以看到 爱就使得我们能够享受在其中 所以今天做礼拜 如果你按照律法的要求 那每天 每个礼拜你会来做礼拜 不过你做得很勉强 你拖着一个身体来 来做礼拜 那你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呢 阿们送 最后一首歌要回了 阿们送 但是如果你是爱来到主的面前 你爱主 你爱主 我可以跟你讲 做礼拜是一种什么 享受 但是很抱歉的 我们常常把这个 我们木座木师的 常常把这个享受 使弟兄姐妹变成忍受 但是更多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主的话 说实在做礼拜 是一个享受 不是一个立法的要求 你们进到礼拜堂 有打卡吗 我几点进来 有没有 没有 你们到礼拜堂 牧师有没有点名 某某人 到 到 到 然后再做礼拜 有没有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立法的要求 它是爱 所以当大卫写诗篇122篇 他说什么 人对我说 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 我就怎样 我就欢喜 那是因为爱 你欢喜吗 人对我说 我们往麦当劳去 孩子都欢喜 人对我说 我们往购物中心去 姐妹都欢喜 人对我说 我们往餐馆去 弟兄都欢喜 但是 当大卫说 人对我说 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的时候 大卫说 我就欢喜 求主让我们用这样的爱 来在经历上帝的恩惠跟慈爱 所以保罗说爱就完全了立法 所以我们让基督的爱充满我们 我们都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伟大 主这样爱我们 然后我们用这样的爱 来爱我们自己 我们感受了这个爱的时候 我们然后同样的去爱别人 最后我们就活出超越立法的要求了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第10节说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爱就完全了立法 这包括了不强人所难 你不会为难别人 你不会去干扰别人 你不会去麻烦别人 你不会叫人吃亏 因为这个是说 这个是有爱 今天很多人抓精灵 抓到干扰别人 这不是爱 出于爱的呢 我们要怎样 我们不要干扰别人 要替别人设想 那世界上有一本书 很有名的叫做厚黑学 就是脸皮要厚 心要黑 这种厚黑学教你 你要脸皮厚 心要黑 才有所成就 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这是第一的学问 不要把这样的思想 放在你的脑中里面 要把它丢弃 如果你还没有进主之前 读了很多厚黑学的话 你每半年就要读一次圣经 你才能够把这些 错误的思想 这样除掉 这是很可怕的 脸皮要厚 心要黑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我们要学会善待别人 我们不要恶待人 我们要帮助人 我们不要加害于人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说 说我不要常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我们是不是常以为亏欠 我们是不是开始偿还 你对人爱的亏欠 你是否牺牲自己的舒适 来使别人得益处 我们从哪里开始 从你身边的人开始 我们获出爱的什么 爱的生活 当你上课的时候 就从你身边的人开始 不要干扰他们在上课 你回到家里面 你从家里的人开始 你知道公司 从你公司里面的人开始 慢慢地把这个爱的量扩大 所以当你生命的 上帝的爱业充满你 以你也能够爱别人 你爱别人的时候 你就更什么 更自由 更释放 更享受 上帝的恩典在你的身上 不是没有困难 不是没有挫折 当你爱人的时候 有时候仍然会面对 人的恶的 有以恶来报你的善 以恨来报你的爱 但是记得保罗说什么 不要为恶所胜 反而要怎样 以善来胜恶 所以这一段 保罗要我们做基督徒 在这个地面上 用爱来 让人感受到基督的爱 那基督下来 这个我们要看的就是罗马书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 我们找到了罗马书十三章 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我们就当唾弃暗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为人要端正 好像行在百昼 不可荒怨醉酒 不可好色邪当 不可真敬基督 只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替放众失 以记得下来 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话 他说 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那保罗这个时候要讲的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 所以保罗用了这几句话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这里的黑夜不是讲我们晚上的黑夜 这里讲的黑夜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黑夜 那么这个黑夜已经越来越深 那么越来越深的意思就是越来越暗 而越来越暗就表示什么白昼就将近 所以他要讲的就是 我们现今比我们初信的时候 那你十一节他说 因我们得救 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当你信主之后 你见主的日子 一天比一天这样 更近了 如果你一年前信主 现在一年后了 你是不是比一年前更靠近建主面了 你今年是不是比去年更靠近建主的面了 是 所以他在这里的意思是 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你信主十年 你就已经更靠近什么 建主的面 那主耶稣基督可能从天上来我们迎接他 那也可能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去见主 但是每一天 每一天我们更加接近什么 接近主 所以这就是 我们得救 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 但是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很可怕的 如果我们没有得救的话 那表示 我们也比以前更接近什么 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了 我们要面对那个勇士的 那个黑暗的刑法 但是我们信主 我们是在着盼望 我们知道我们最得着赦免 我们能够坦然建主 一天比一天 一年比一年 更靠近了 所以保罗说 但是从整个时代来看 现在这个时代 当保罗写这几句话的时候 那个时代 是比任何一个时代更靠近了 黑夜以身白昼将近 这句话没有变 没有改变 两千年后的今天 我们就怎样 我们就比保罗怎样 更体会到 黑夜以身白昼将近 我们比主在保罗 保罗等候主的再来 跟我们等候主的再来 我们比保罗更靠近了 两千年 所以我们知道 主要再来 所以这个白昼以身 这个黑夜以身白昼将近 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 这个世界都是一样的 不论你从政治 从道德 从社会 从人性 我们都会发现他的败坏 败坏就是黑暗 每个时代都黑暗 每个时代都败坏 罗马的时代 黑暗败坏 我们今天的时代 也一样黑暗败坏 罗马的时代 跟今天的时代 黑暗败坏有什么不同 程度不同 深度不同 广度不同 当时候 在黑暗 已经很黑暗 不过是 怎么样 他们就是在 局部性的 今天我们黑暗 是全球性的 我们在各个方面 都是一致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 更加黑暗 当然一百年后 如果主还没有回来的话 一百年后会比现在怎样 更黑暗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 越来越深 我们不知道最深会 是什么时候 不过我们知道 主再来的日子 尽了 这是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常常有的盼望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今天在世界工作生活见证主 我们内心里面有个最大的盼望 就是我们知道 主要再来 所以保罗要让我们先明白 黑夜以身 那什么叫做黑夜以身呢 那我们从几方面来明白 这个黑夜以身 第一个方面 我们从道德多言论来看 今天很多人在道德上 是多言论的 那么他们用这个理由来 蔑视上帝话语是 绝对的真理 也就是今天 当我们从圣经讲道德的时候 他们否定了圣经的道德 今天我们讲 从圣经来讲的真理 他们否定 他说不是了 道德是多元性的 道德不是圣经所讲的而已 道德是多元化的 今天你认为是错的 不一定是错 圣经是错的 未必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道德的观念 所以你从整个道德多元化来看的时候 这个世界是已经来到什么 很深很深的黑夜了 因为人没有觉得他们有做错什么事情 人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得罪上帝的 人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应该悔改的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还活在他们的道德里面 那么从多元化的来看 人就用这个多元化来敬拜什么 侍奉别的神 那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同意 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 每一个宗教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宗教都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是黑夜以身 那么我们也看到 这个时代以不同的生活方式为理由 来认同逆性的邪情思义 那这个时代认为 你要过这么样的生活 是你的选择 你的自由 我们没有权是说这个是错的 我们没有权说它不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它要同信念 它要同居 它要在道德上的随便 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是一种选择 没有所谓对跟错的 从这样子来看 你就知道黑夜已经生了 那从自由选择作为理由 人开始淡化罪行 其实我只是一个选择 并不是什么大事情 并不是什么大罪 我只是做出一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这样 你可以选择那样 你可以选择照圣经 你可以选择不照圣经 都是一个什么选择 所以没有所谓的对跟错 没有所谓的罪 从这样来看黑夜已生白昼将近 还有我们也看到今天很多 以所谓的替天行道做理由 来进行恐怖的活动 今天很多的这些恐怖分子说 他们所做的是替神做事情 这是什么 这是黑夜已生 还有今天在很多的教育的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以尊重个人为理由 我们护士训诫孩子 所以今天很多人说 你这个孩子是一个人 你要尊重他 所以父母尊重孩子 所以怎样 我们不要训诫他们 没有藤边的教育 从这样来看 黑夜已生 黑夜在整个教导的事情上面 我们走了一条 以人为本的这一种路线 来尊重孩子 其实没有怎样 真正的训诫跟教导孩子 还有这个时代是以一个雄心大志为理由 鼓励贪婪 那很多的这一些教导就告诉你 你要贪心你才会发财 你要贪心你才会成功 而且很多的这一些研讨会告诉你 贪心是好的 贪心是动力 贪婪是对的 那我们要更多的贪婪 从这样来看 你知道什么 黑夜已生了 还有我们今天用言论的自由做理由 污染整个社会 人家讲什么就讲什么 那没有对言以负责任 随便话随便都可以讲 名为什么言论自由 但是却污染了什么 污染了社会 从这样来看 黑夜已经生了 还有我们用思想的开放做理由 来蔑视传统的什么美德 今天所谓的 我们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 那些传统的 那些过去的怎样 我们不尊重这些了 我们今天所看重的是什么 这些思想开放 那圣经有一句话 在西部来说 婚姻人人都当 尊重对吗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我们怎么样子尊重婚姻 其中一个就是尊重婚礼 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到 这个世代不尊重婚礼 婚礼变成儿戏 所以你从香港的影片 也看到这个把婚礼之前怎样 把它变成一个闹剧 一个儿戏去起新娘的时候 玩一大堆什么糊里糊涂的游戏 然后才能够起到新娘 你看这些的时候你要怎么样 基督徒啊 你要心意更新的变化 你不要有样学样 把这些东西也搬来在你的婚礼上面 那这是很可怜的 因为人思想开放吗 我们今天不注重婚礼了吗 我们今天可以在婚礼上面随便吗 不能 因为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从这个角度来看 黑夜什么 以神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是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知道 当保罗在写十三章的时候 他写到地上的国度 在上有权柄的人都当什么 尊都当顺服他 但是他也讲到天上的国度 这一段就讲到天上的国度 因为将来这地上的一切就怎样 都会过去 最终这个国度 这个巴比伦尼布 讲尼撒文的梦里面的这个像会怎么样 会过去 所以我们知道白昼将近 主快再来 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得救 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怎么样 更近了 更加近了 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怎样 更加的靠近 主再来了 那得救 那这里不是指灵魂的得救 不是这里是指基督徒灵魂已经得救了 是指我们将来身体的得救 所以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有荣耀的身体 所以保罗在这里 在十一节他说 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那保罗勉励当时候的教会信徒要醒过来 不要再沉睡了 怎样能够使我们醒过来就知道黑夜一生 百昼将近 所以我们应该睡醒 那么我们应该警醒 我们不要迷糊 因为睡觉是迷糊的 就醒过来的时候 所以信徒要清醒 那不要在灵性上迷糊 那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进了 当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就要醒过来 当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进了 我们就要醒过来 我们要清醒 那清醒做什么呢 那接着下去他说 我们就当唾弃暗昧的行为 他提了八件事情 弟兄姐妹 第一件事情 唾弃暗昧的行为 第二件事情 带上光明的兵器 第三件事情 行事为人要端正 第四 不可荒厌醉酒 第五 不可好色邪当 第六 不可真敬嫉妒 第七 披戴主耶稣基督 第八 不放纵失忆 第一件事情 唾弃暗昧的行为 这个唾弃是什么 旧的生活行为 我们活出真正 灵性清醒的行为 你早上起来 我怎么知道你睡醒了 如果我在外面看到你 我在街上看你 我怎么知道睡醒了 可能那时候 只是早上七点多 我看你走在街上 我怎么知道你睡醒了 我知道你睡醒了 因为你没有穿睡衣出来 你已经换了什么 上班的衣服 出门的衣服了 因为你脱下什么 睡衣了 你穿上什么 你要上班的衣服 你就睡醒了 但是如果你还穿着睡衣出来的时候 就还是什么 还没有睡醒 有一次我在一个礼拜堂 看到一个人穿睡衣来聚会 那我就知道他可能还没有睡醒 他可能住在礼拜堂的隔壁 很靠近而已 他可能时间来不及了 他就来做礼拜 他就穿着睡衣来做礼拜 那还没有睡醒 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信主了 我们还是过着旧人的生活 我们还是旧的思想 我们还是旧的行为 我们还是旧的价值观的话 我们没有醒过来 我们要醒过来 我们要成为什么 一个新的人 所以我们既然得救信主之后 心意更新而变化 所以我们的想法做法 就不再什么 不再跟外面的人一样 所以唾弃跟穿上是外表 所以从你的外表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时候生活上是看得到的 那不是隐藏的 一个人得救是看得到的 所以保罗说我们要醒过来 第二 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 这里的暗昧是对着光明讲的 然后这个行为是对着兵器讲的 那为什么用兵器呢 为什么带上光明的兵器呢 一个我们没有暗昧的行为 对吗 这个没有暗昧的行为 就是带上了光明的兵器 这个唾弃暗昧的行为是被动的 而这个带上光明的兵器是什么 主动性的 那么唾弃暗昧的行为好像是防卫型的 但是带上光明的兵器好像是攻击型的 他要说什么 他要说其实我们如果基督徒有好的行为的话 这个好的行为就是一种很大的防卫 好的行为就是一个兵器 我们不但保护自己 这个光明的行为也照亮什么 照亮别人 那行在光明中就好像带着兵器 你一方面保护自己 弟兄姐妹如果现在你走在路上 警察出来检查你的时候 你怕不怕 我想你不怕 因为我相信他查你的包包 你包包里面都是什么 是圣经啊属灵书籍啊对不对 你怕吗 你不怕 但是如果你他查你的包包的时候 你带的不是这些东西 你可能带着什么 你可能带着那些误会的这一些看物的话 或者你正带着的就是这些毒品啊这类的 那你就怎样 那你就会怕 而且你就没有兵器了 那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行在光明中 我们随时怎样不怕 不怕警察 我们开车有时候碰到警察叫你停 因为路障你怕吗 不怕你不会忧灯了 但是你想忧转就是你怕 为什么你怕 因为你可能醉酒了 可能你的酒精的浓度超标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 你行在光明中 你怕不怕什么时候路障 你什么时候路障都不怕 所以如果你行暧昧的事情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没有人知道 不会被发现不会有后果 这是很可笑的 很多的时候在意想不到的时候 很多时候料想不到的时候 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 事件就怎样突然曝光了 你从报纸上知道 多少丑陋的事情是不经意的时候怎样发现的 所以我们随时随在怎样行在光明中 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这就是带上光明的兵器 第三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 所以什么是警醒 警醒的最好的定义就是行在光明中 警醒不是我们时时刻刻都怎样 哇我们时刻眼睛都得开着 等主来着 不行的 你晚上要睡觉的 晚上要睡觉 我们都知道整个地球有东半球跟西半球 现在我们在东半球 东半球晚上了 西半球就怎样 白天了 等下你回家 十一二点你睡觉了 那耶稣来怎么办 那是不是他们在西半球的人就赚到了 是在白天耶稣来 那我们天天就只有十二个小时会警醒 那十二十个小时怎么办 所以警醒不是这个意思 警醒的意思是说 我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行在光明中 我现在就算在睡觉 耶稣来的时候我还是什么 我还是警醒的 因为我行在什么光明中 但是如果我行在黑暗中 就是耶稣在来的时候我眼睛睁大大的 那还是什么 那还是什么 那还是不警醒 你在你最喜欢什么情况下背题 当然是个时候最好了 你最尽钱的时候 你会不会希望你在打麻将的时候 肥起来了 你一定不喜欢你不喜欢你在行在黑暗中的时候 所以什么时候是最好最好的 行在光明中 求主常常给我们行在光明中 这是基督徒蒙恩会得怜悯的 上帝的儿女以行在光明中 警醒人主来 第四不可荒验醉酒 喝酒 醉酒 这里提到喝酒醉酒而失态 是属于荒验醉酒 酗酒被酒精捆绑 荒验就是放荡的生活 我们在酒精的里面 不可荒验醉酒 基督徒 这个荒验醉酒 可能在我们的社会比较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还是有的有些人就是酗酒 所以我们不要荒验醉酒 我们过去在在谈到这个末后的时候 那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警醒 那么常常就提到不可醉酒 那么不可醉酒不是不可喝酒 基督徒能不能喝酒 所以过去我们谈很多了 有很多时候看你的身份 真言说说君王不要喝酒 君王喝酒的话 为什么会出乱子 君王是管理国家的 他如果喝酒的话 国家可能在糊里糊涂之下 他管得糊里糊涂 所以做领导的人 做领袖的人这样 不要喝酒 所以圣经说君王不要喝酒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酒 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绝对的坏的 因为保罗也叫提摩他什么 用酒 所以酒有它的什么 有它的药性 有它的药用 所以我们今天对于酒是 你知道酒 你要什么 适可而止 你要喝 你知道喝到什么程度 就是不可醉酒 那么不可醉酒的最好方法呢 就是不要喝酒 这是真的最好的方法 但是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喝酒 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从全面性的来理解 过去我们已经谈过了 所以不可荒验醉酒 因为喝了酒会出很多问题 首先你喝了酒之后 你什么醉酒有什么问题 醉酒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把你心中的话全部怎样讲出来了 那是大事 大事 因为你 很多人说 很多人跟人家道歉 他说对不起 我是喝醉酒才讲那种话 请你原谅我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话是在他还没有醉酒的时候就存在了 还是醉酒之后才生出来的 他还没有醉酒的时候这些话已经什么 存在了 所以这些话存在好不好 不好 本来就不好了 不过我们毕竟怎样 我们毕竟还有点清醒就把它控制住 但是你一醉酒的时候就把那些存在不好的话怎样 全部什么 讲出来了 如果你在心里面骂我 你不会讲出来 不过你醉酒之后就讲出来 那已经先存在了 所以你最好 如果是我醉酒 不要胡言乱语 可以 就是没有这些原理 你醉酒的时候也没有原理可以出来 本来就没有了 但是我们的人 人里面有什么 很多的时候心思意念是什么 有时候怨恨 对人有什么 有有有有有怨气的话 现在存起来 醉酒就怎样 全部加出来 第二 我们一醉酒的时候 我们的行为就怎样 就怎样 就会 没有没有节制 所以就很 可以很 你的胆子也大了 你做了很多 你不敢做的事情 那你这个是很可怕的 可能你杀人你也不知道 可能你打人你也不知道 所以这些都是醉酒所带来的败坏 基督徒不可醉酒 那如果你有酒精的问题的话呢 就得怎样 寻求什么 如果你常常喝酒 喝到没有喝的时候 手会抖的时候呢 你就要去找医生了 我们 做基督徒 不要让酒精困绑我们 还有 现在第五样事情呢 不可好色邪当 这个 这是一个邪恶的世界 不可好 今天 这个喝酒 吸毒 淫乱都是在一起的 在罗马的时代是如此 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 弟兄姐妹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信徒活在比较光明的这一面 我们很少能够看到黑暗的那一面 那是好事 如果你活在黑暗的那一面 是好可怕的 所以我们行在光明中 我们去的地方就是什么 精炼神学院 对不对 精炼神学院有什么 鸡饭 那这里有没有酒啊 有没有污秽的东西啊 有没有色情的东西啊 有没有毒品啊 当然没有 所以我们行在光明面 而你来这里的信徒 我们都学会用什么 以善来对待什么 来对待 所以你经历到的 就是光明的 但是如果我们 知道这个世界 有另外一面 是很黑暗 那你今天报纸上的报导看到的只是什么 只是一点点而已 这个世界其实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 很多的家庭里面有黑暗 很多人的生活的当中有黑暗 很多高层的社会里面的人 有很多黑暗的角落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不可耗设 邪当 我们要求主的话语充满我们 洗尽我们 让我们怎样 干干净净的在上帝的面前 第六不可真净嫉妒 这个真净基督包括了阴险 谋杀 伤害 报仇 苦毒 各样邪恶的行为 阴险 谋杀 伤害 报仇 我想 弟兄姐妹 你们都能够胜过 我们比较能胜过的一个 叫做苦毒 那苦毒可能在你心上 苦毒怎么产生的 苦毒是当人家伤害你的时候 它就成为一个种子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你要靠着主的恩典胜过 赦免 宽恕 原谅 把它除掉 如果你没有除掉的话 那个伤害是在你身里面 你一直在那个伤口上面怎样 来反复的 让那个伤 你一直在那个伤口上面来填 那个伤口的时候 它就会成为苦毒的种子 以后苦毒就会在你的心里面长出来 而这个苦毒在你的心会有什么结果 这个结果你就是怨恨 你的怨恨 然后你想办法怎样 以恶来报恶 所以我们求主 让我们不要有苦毒 所以不可增进嫉妒 我们如果 对别人的嫉妒心 到一个地步 要破坏别人的时候 我们要求主的灵 管理我们 节制 所以不可增进嫉妒 我们要胜过 第七 批带基督 所以它在这里说 总要批带主耶稣基督 那信徒跟 这个批带耶稣基督是意思说 我们信主之后有基督的生命 所以我们信徒跟非信徒一定有差别的 这一点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明白 你一定有差别 你的想法 做法 看法 都不同的 如果你发现你每一样东西跟你隔壁 那个邻居一样的话 那你要小心 你真的要小心 因为他去也很害怕 你也很害怕 他不敢出门 你也不敢出门 他没有去游泳 你也没有去游泳 那你就表示你的心思跟他一样 那么他可增东西跟你的可增东西一样 你一定跟他不一样的 一定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跟你不信主的朋友分享的时候 他会觉得我们基督很怪的 真的很怪的 他会看我们一点不太什么 好像是踩在云上面不是踩在地上 那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在天上 我们很多的看法想法怎样不同 他们把这个世界看得很大很大很大 就是一切 我们把这个世界看得很小很小 就快要什么 有一天我们就快要过去 这一切都是过远什么 因缘 所以因为上帝的话在你的心里面 那你行事为人一定跟他不一样 因为你披带什么 披带基督 所以既然披带基督的话 你要了解非信徒的生活是源于他自己 基本的人性道德 所以你的戈壁也是很好 你的戈壁邻居他也是很有礼貌的 他也很懂贼很有教养的 他也很会照顾人的 不过这些都是基本的人性道德 我们基督徒不是 信徒是源于上帝启示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上帝救赎了我们之后 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能够过新的生活 所以在道德上 信徒如果跟世人有一样的道德的标准的话 我们的生命不过是人本性的良善 我们没有活出真正的生命 因为真正的生命一定超越什么 人本性的良善 以善报二 你没有神的生命活不出来了 你爱人如同自己 如果不是圣灵的帮助 你活不出来了 我们人性的道德是基本上的道德 真正深入的道德 我们需要什么 上帝的话充满我们 所以有些基督徒他过的只是良善的生活 他不是基督新生命的生活 我们批代基督 我们主要在来我们要批代基督 所以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出什么 我们是属主的 在使徒行传有个教会 叫做安提阿的教会 安提阿的教会有个特点 这个特点就是基督徒 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开始 就是安提阿教会开始 为什么这个教会人家会称他们为基督徒呢 原来这个基督徒这个意思 这个字本是小基督 也就是我们都知道很多东西有个大的 一个小的 你在电影上看到的一些超人的电影 它有个大的萤幕上面 然后你在玩具店买给孩子有个小的 小超人 这个萤幕上是个大的超人 那个萤幕上的大超人跟你点击里面小超人一样吗 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你孩子一看就知道这是超人了 你不能骗他的 因为他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小超人其实就是小基督的意思 今天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 那是大的 我们是什么 小的 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什么 看到耶稣 你哪一点像耶稣啊 弟兄姐妹哪一点像耶稣 我们不可能每一点都像耶稣啦 但是一定要有一点啊 对不对 连一点都没有 有人说我吃饭像耶稣 我们总是有一方面 像有主的什么 有主荣耀的形象的彰显 可能在对待人的方面 可能在爱人的方面 可能在关心人的方面 可能在怜悯人的方面 我们常常读圣经 耶稣的 耶稣的眼里行为 影响了我们 我们慢慢的彰显 你信主之后 如果人家说你有改变 你的生命有改变 就是表示你已经有小基督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要我们披代基督 你是哪一种人 以恶报恶 这是天生的罪人 我们过去都是这样 我们也很会这样 如果要以恶报恶 我们也挺专家的 我们都懂怎么做 但是以恶报善的话 那是变坏了的恶人 恶人已经很坏 在变坏了更坏了 就是你这人再堕落下去 就是变坏的恶人 以恶报善 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 以善报善 那是道德的好人 很多道德的好人都会这样的 你对他好 他对你也好 你敬他一扯 他敬你一扯 你对他良善 他对你也良善 你也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 这是什么 道德的好人 但是能够以善来报恶的 那是蒙恩的什么 神人 就达到这个程度的 我们才能够怎样以善报 所以圣经要我们怎样以善报恶 第八 保罗说 不放纵私欲 肉体 不要做肉体的奴仆 你看世世的时代 人为了肉体的私欲安排 参孙完全是一个肉体的形式 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的 肉体的安排的意思 很体贴这个身体 体贴这个身体的软弱 我们一点力量都没有 属灵上的力量一点都没有 因为什么 你让肉体来做你的主人 我们在第六章提到你信主之后 谁在你心中做主 耶稣 你是谁的器皿 义的器皿 不要做什么 不要做肉体的器皿 不要做软弱的器皿 我们还要学会功课己身教身 福我 我们要有圣灵在里面管理我们 所以不要每一件事情在我们的情绪去做 如果你的情绪要你发脾气 你要求主让圣灵的果子借出来 让你有什么 有仁爱 有和平 有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因为你把它倒过来都是肉体 仁爱的反面是什么 仇恨 仇恨是肉体 仇恨不是用爱来对待人 乃是用恨来对待人 喜乐的反面是什么 忧愁 担心忧虑 这个身体整天忧虑担心的 所以整天担心这些担心那些 耶稣说不要为世上的事情忧虑 那你要靠着主怎样喜乐 和平的反面是什么 找人吵架 整天动不动就要吵人吵架 不愿意息怒 愿意想要就是以吵架 以纠纷 你到哪里纠纷到哪里 忍耐 忍耐的反面是什么 不忍耐 急躁 抢东西 不愿意等候 如果人家稍微叫你得一点 你就发脾气了 不愿意等待 不能够忍耐 恩慈的反面是什么 邪恶 恩慈的反面就是什么 恩慈的反面就是没有 不会怜悯人 不会同情人 所以你把整个圣灵的国子倒过来 就是肉体 我们不要放纵肉体 不要让你的肉体去操纵你 要求主的灵怎样 充满你 改变你 这就是保罗要我们做的 那这就是我们警醒等候主来 这就是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操念的 所以你去做礼拜呢 就是警醒 你听得到之后 去行就是什么 警醒 你明白个真以后 去操念 这就是什么 警醒 那这些操念 对谁好 对我好 对你自己好 你自己体会到原来上帝的话语 这样的真实 这样的丰盛 这样的自由 然后第二呢 你对你周围的人都成为一个什么 成为祝福 当你这样的人的时候 人很喜欢你偿命 他会常常为你祷告 上帝让这个人好好的活下去 这个很重要 但是你是那些惹人到处都去惹人的时候 人家心里面口没有讲出来 但是心里想 最好你早死早好 你要受咒诅 还是人家为你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在这八件事情上 来反省我们自己 这就是我们在等候主来的 我们在休息之前呢 我就做一些报告 因为我们这些挑战 也有一个挑战 我做一个挑战